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发展商无法如期交货 有买家去世后火化 股灰都没有安置之处 来看记者张贝敏的采访报道 旺沙马珠基山坛改建股灰塔风波延烧多年后 终于在2016年获得吉隆坡市政局发出正式公函 终止这项计划 纯新行骗的商家却依然大肆宣传股灰塔促销计划 让许多人民受骗 中15名受骗者一共投入了约19万零级到这项 骨灰塔出销计划中 他们今日集体到马华大厦 要求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 在他的帮助下召开记者会 要求有关非盈利组织主席出面给他们一个交代 其中一名女侍主邱千桃指出 有关组织数年前在早适和学校外 向附近居民派发传单 宣传以股灰塔为买意送意等多项产品游说当地民众花钱参与 确定受骗后 买者纷纷向该组织讨个说法 他们却将责任归咎于当时的马华旺沙马族区会主席拿督姚长璐 指他处处刁难 导致计划无法进行 为此姚长璐今天也出席记者会澄清 希望该非法组织受到法律对付 柔佛州一名食品批发业者要借3万令吉用作生意周转 但贷款还没获批 就被新加坡大尔龙暗自汇款1500令吉到他的银行户头 并要他偿还9000令吉债务 受害者不从 大尔龙进跨国上门丢弃油弹 众国恐吓 还要点错项波及无辜 行径猖狂 食品批发业者李先生 是在面子书看到新加坡的借贷公司广告 原本要借3万令吉周转 但过两天大尔龙汇款1500令吉给他 说由于他不是新加坡人 所以只能借贷小金额限款 也不允许他取消贷款 后来大尔龙要施主偿还3300令吉 施主想要稀释宁人就还了这笔钱 以为事情解决了 结果大尔龙在本月14号到他的亲戚家泼妻 央及到亲戚邻居的轿车 他立即联络对方 怎么知道对方说根本没有收到钱 还勒索他9000令吉 李先生就知道自己陷入诈骗陷阱 并寻求公正党地步老区 国会议员钟绍云特别助理傅文豪的帮助 每个行业都有行规 都有职业操守 职业道德 希望从事这行业的人 借贷的人 秉着职业道德 职业操守去处理事情 如果是真的有借贷 欠钱天空地 我们讲欠钱就应该还钱 天空地道 可是这个是受害者 完全就没有跟你借钱 然后也给你 我们这样子讲 多还了你 你进了一个钱五块一套 多还了你钱八块 就是减你三千三 所以你已经多赚了 然后接下来就不应该再继续地烧了 此外 新加坡大尔龙还正气油弹中火 更拍下视频威胁市主 结果点错向连累神料电盒 停泊在隔壁神庙前的一辆轿车 目前市主已经报案 事件将交由警方调查 还在为准备圣诞礼物而烦恼吗 三星Galaxy欢庆十周年纪念 特别推出节省高达799令吉的限量版礼盒 里面有Galaxy Note 10 Plus智能手机 以及Galaxy Watch Active 2智能手表 欢迎前往三星专卖店了解更多 来关注法庭新闻 荣佛新山青年毕命扣流失案件 事隔五年后 死者家属提高胜诉 获赔44万8000令吉 在扣流失毕命的 是来自柔佛边加兰甘榜巴鲁的 无异青年塞摩哈摩阿兹兰 他在2014年11月2号晚上9点 遭警方逮捕后 隔天毕命在扣流失 解剖报告显示 死者遗体有61处鱼伤和皮肤有裂开的伤口 其中头部有1到15乘9.5公分 被钝器所伤的伤口 执法机构联众委员会过后接入调查 并在2015年10月30号发布检查结果 内容建议对庶民警员采取 纪律行动和刑事诉讼 但警方没有任何行动 死者家属要通过刑事诉讼 提高政府和警方滥权都不成功 最后采取民事诉讼 要求索赔25万令吉 金山民事高庭 今天宣判死者家属胜诉 宣判政府和相关单位 必须赔偿父母抚养费 过失赔偿金 严重损害赔偿金 丧亲费 链账费 特别赔偿金和诉讼费 共44万8千令吉 死者家属包括父亲 母亲及兄长等人 今天皆有出庭临审 并满意判决 镜头转向吉隆坡 达马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 邮政与电子商务组 前副主任穆罕默伊斯干达 因为收费8万7千令吉 已协助某家公司 获取普及化服务 供应基金合约项目 今天被控了三项贪污控罪 但他否认有罪 被告此举 抵触刑事法典第165条文 以及2009年反贪会法令 他的代表律师向法庭申请 减低保释条件时 以当事人患有支气管言 加上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最后法庭允许被告 以2万令吉保释候审 来关心国内车祸意外新闻 一辆大道维修工程公司的 罗里因为停靠在路旁施工 结果被一辆载着香蕉的 罗里从后撞上 导致大道维修员和 罗里跟车员当场毙命 这起车祸是今天凌晨5点 在新巴生谷大道第9.2公里 从沙岸南往 书邦在野的方向路段发生 事件中还有另一名维修员 受重伤 事发前 大道维修工程公司的罗里停靠在路旁施工 施工完毕后 两名物役员工正准备移走路旁的三角锥 不料遭后方的载香蕉罗里撞上 其中一名员工当场死亡 另一人则受伤 而载送香蕉的罗里司机无恙 不过印尼籍跟车员则重伤毙命 现在进入一则商业资讯 香港一辆双层巴士昨天下午撞大树 左边上层车顶被数据像开罐头般剖开 上下层车窗玻璃尽碎 造成6人死亡 39人受伤 量成罕见的车祸惨剧 根据报道 造势巴士是在滑行30公尺后才停下 上层有6名男女乘客惨死 包括2名抛出车外的男女 消防员到场后救出约20名被困伤者 司机也受伤 其中一女死者为射属职员 因送文件踏上死亡之旅 警方在现场发现上层两名男女抛出车外 其中男子当场惨死 女乘客送院不至 另外上层左边座位 一男两女乘客也当场死亡 现场所见 巴士破烂不堪 零件四散 左边车身血迹斑斑 十分恐怖 目击乘客透露 巴士在出事前方向盘旁边的一个水平掉落 有人一时心急伸手要拿起 突然车旁有泥头车要超车 司机慌忙扭方向盘 左转失控 先扫毁一列防撞栏 再撞向大树 新界北总区交通部调查及资源组警司陈少明也说 会全面调查这次交通意外成因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周三晚到北区医院探访伤者时 对意外也表示震惊 并指政府已启动应变机制 也会为死者家庭提供社工及支援链帐服务 台湾女星隋唐和新加坡籍老公托尼结婚三年多 育有儿子Max 女儿Lucy和老三Oli一家五口幸福和乐 最近Oli将满一岁 全家人一起替他庆祝生日 但影片中只见Max和Lucy特别兴奋 反而宋星本人坐在蛋糕前 却摆出招牌厌世脸笑翻一票网友 新闻的最后 让大家看看Oli厌世表情猛翻的画面 我是凯旋 再会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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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先不休息 等一下 现在笑得很开心 笑得很开心 啊 笑 Smile Smile 美眉 smile 没有气 下一个就好了 下一个不用气